大家好 欢迎来到越野如书的第八季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啊 就是在第六季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原本是计划沿着丝绸之路 向新疆的方向穿越的 但是由于保护野骆驼的工艺活动呢 我们就前往了罗布泊的这个自然保护区 改变了我们之前既定的行程 转眼之间 新疆又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丽的季节 而现在呢 我们的团队就再次出发 从天山最东段哈密出发 沿着丝绸之路的北线呢 由东向西穿越 这条线路呢 依天山而行 向东衔接河西走廊 向西呢 延伸到了中亚地区 地形呢 非常的复杂多变 景观丰富立体 被人们称为天山走廊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新的一季月路书呢 又即将出发了 我们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新疆的哈密 然后我身后呢 就是哈密的市区了 而这个位置啊 其实要说起来 就是天山山脉的最东头了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 要即将穿越的路线呢 就是我们之前在第六季 原计划要走 但是没有走的这个丝绸之路 是的 因为我们 在第六季的月路书里面呢 因为野骆驼的这一个突发的情况 我们改变了原先的计划 所以呢 这次呢 我们 哎 特别开心 然后呢 能够在新的一季月路书里面 能够重新把我们这个计划完成 嗯 对 没错 然后 这一次我们用到的车型呢 是一个比较新的车 就是日产的图达了 而保障车 哎 保障车呢 还是我的图勒外旅妖 只不过呢 将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哎 帮我们去驾驶着它 然后给我们这两辆图达呢 做全程的护轻保障 图勒跟这两台图达 那其实他们从血统上 那个应该算是一个同宗的大哥了对吧 是的 是的 OK 那咱们现在呢 就开始这一季的穿越了 上车 走喽 我们现在呢 已经是在大公路上跑上了 那么这一次的路程呢 非常的遥远 我们将会一直开到 我们的这个边境线上 还有10公里我们就要下到了 那么我们就要进入了这个无人区 走这个穿越路的话 咱们是不是应该能看到 好多那种老的遗迹啊 今天啊 咱们走的这个无人区 以地理 以自然的地理风光为主 但是别着急 后面保底 这里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现在准备换次区吧 我们要下到了 OK 超兽 李总 我已经在 刚才就已经切到高速了 出发之后呢 我们沿着天山山脉东段的戈壁滩呢 向西穿越 这一带呢 距离山脉大概有个几十公里的距离 属于典型的干旱气候 我们呢 将会和一位拉丽的摩托车手 一起呢 去穿越这个 善善附近的一个库姆塔克沙漠 不过呢 在和他穿越沙漠之前啊 我们会先有一个 所谓的开胃菜 是一片景色非常奇特的区域 当地人呢 把它叫做魔鬼城 职业 是一片景色的 是一片景色的 等于走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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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边那个方向 你看那一片风湿成跑 看上去的感觉就像一个楼群一样 然后上面还整个剃了一个槽 你看 然后底下你看 一个一个的方块 一个的脸 这里面有很多这样子 大自然的这种造物神奇的一种 看到有一个特别多的情况在右边 像不像那个大脑袋的外星人一踢 我感觉像个葫芦 而且用不了多久 这个就应该掉下来 这边你看全都残骸就特别多 一路前进 在低洼地带行驶 地面上的碎石还是非常平整的 走起来也还算比较轻松 不过在地形出现变化 需要翻越土丘的时候 就有点麻烦了 我们的前面是一大片断崖 落差大概有几十米左右 地势险峻 而且视野范围之内 这片断崖是连绵不绝 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可以绕过去 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地形 确实全部都是大断崖 根本就没有路可绕 不过这个大坡面上 全部都覆盖了沙子和碎石 应该能够提供一个足够的附着力 所以如果驾驶得当够小心的话 直接开下去那倒也不是不可以 直接从这儿下去吧 但是躲着那边的那个沙坑 四驱低速 手动模式一档 当然这个位置 我现在在你的正前方 看不到我的手腕 看到了超手 直走直走直走 保持方向别动 完美完美完美 前面角度会稍微大一点 行了你已经到点了 待会你指挥我啊 李总 现在呢就是用低速四驱 慢慢地往下放了 然后呢我现在脚放在刹车踏板上 轻轻地踏在上面 别踩死 千万别踩死 现在地面非常的喧乎 如果你刹车一踩中了 你一下前轮就崴里边了 三台车成功下坡之后呢 前方的地形就变得平坦的多了 而且这个魔鬼城的面积呢 也算不上特别的大 继续平稳地行驶出一段距离之后 我们就到达了这个魔鬼城的出口位置了 我们就到这一段距离之后 我们就到这里 河谷今年累月的被风沙所侵蚀 谷地呢变得越来越宽阔 之中的岩石呢 逐渐被打磨成了碎沙 而现在上存的岩石呢 就是这些风石柱和风石城堡了 当然了 这是一个超级超级漫长的岩石 离开魔鬼城之后呢 再走一段平坦的戈壁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库姆塔克沙漠的边缘了 然后跟我们约好的这个拉力车手呢 也驾驶着他的摩托车 然后来到这儿来跟我们回合 之后呢 我们就要一起去完成一段沙漠的穿越了 怎么样这一路顺利吗 哇爽 哈哈哈哈 听着眼睛啊 怎么样 这期越野路出是不是特别野 还没去的 哈哈哈哈 找红义 大家好 本身呢是一个达卡尔的车手 而且也是2018年度唯一在达卡尔上完成 整个赛段的一个中国车手 那这一次为什么我们在这碰上了啊 那个因为现在我们所在这个新疆的这个时间点 刚好是马上就要到了这个环塔拉力赛的这个时间点了 然后红义呢 此时此刻也是在这呢 要去备战这个环塔拉拉力赛 所以呢 这次我们就准备聚到一起 摩托车加上我们的图达 然后一起去穿越这个库姆塔格沙漠 这个库姆塔格沙漠呢 近些年来是一个备受越野玩家青睐的地方 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沙漠靠着北边的山山线 号称是世界上距离城市最近的一个沙漠 只有一河之隔 那么来这穿越呢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玩家们呢 也在沙漠里探索出了无数可以去玩车的地方 不过我们呢 由于是长途穿越 那像油料啊物资啊都需要合理的分配 所以呢 我们就只能是在沙漠的南部横穿一段 然后就继续向西前进了 我们现在呢是走到了一个小的波浪的这么一个沙地里面 全是小波风 所以呢车辆在里面呢 就是一直在上下的这个起伏 稳定性啊 包括这个轮胎的这个抓地性全都几乎是没有 然后你要控制好油门 油门大了车就飞 油门小了呢车就陷 你看看全是跟大海的波浪一样 这一段啊是比较难走的 因为有这种波浪 所以我车速就很难给加起来 那现车的机率就会比较大 等过了这一段波浪 然后相对来说比较平的那一段的时候 车速一旦加起来 再加上我的机台压 就好走多了 哎呦真太痛苦了这段 从沙漠的边缘进入 其实呢是这一段整个穿越行程当中最难走的部分 一呢是松软的沙子堆积的比较多 二呢是需要不断的上坡 所以这对于这两台没有升高的速车来说 确实是有一些麻烦 嗯 来吧 321 走你 收拾过 ke 外边吧 你看红翼啊 热的满头大汗 吃的满嘴的灰 你再瞧我 那小空调吹着 很惬意 骑车摩托 穿着那一身 竹端这么善 太不容易了 的确啊 在舒适性上 摩托车跟这个汽车 肯定就没有可比性了 但是在通过性上呢 就截然相反了 哪怕是重度改装的汽车 也没有办法跟这个 轻盈灵活推重比极高的摩托车 去相提并论 有些地方呢 只要稍微失去一点速度 就很容易发生险车了 轻盈动动轻盈动 白车呢反复试了好几次 看来自己想脱困啊 使行不通了 只好所有人都过来 顶着火辣的太阳 赶紧把车给救援出去 哎呀 行了 还是老伯伯 来 一 二 走 一 二 走 完全脱紧的 上脚盘吧 在哪儿 大 好 重度 出来了 外面是干活 睡着连汗都不出 现在外面都40度了 更比说地表温度了 太热了 注意啊 千万千万要多喝水 我刚才已经有点晕了 感觉有点要中暑 老冬阵老冬阵 你得多注意啊 你先认真看路 保证你的安全 其实老同志刚才带你进来的时候 一次用的线是吧 那我刚救的是谁啊 你刚刚救的是李二斌 李二斌 原来是这个 原来是带着近身来的 学习了学习了 经历了一系列的线车 大家终于走出了这一片 松软的沙浪地带了 进入了沙漠的中心 脚下的沙子呢 开始变得均匀平整 前方呢 也出现了一座座高大的沙丘 而且啊 几个沙丘所围出来的这个沙锅 就是越野玩家最喜欢的地方了 驾驶员呢 可以从第一处斜冲上沙坡 逐渐逐渐的加速 一圈一圈的提升高度 那么这个呢 就是俗成的涮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基本上它是往下在滑 它不受我的控制 你看 而且它在飞 这里面有很大的这个坎 不过虽然走起来有一些难度啊 但是一旦速度兜起来 能够提供足够的向心力之后呢 车就会紧紧的贴在这个斜坡面上 稳稳的运行了 驾驶感受啊 那是相当的刺激 而且相当的好 让人几乎忘记了整个车身呢 还是保持着一个斜侧的一个状态 来吧 在经历了一整天的长度跋涉之后呢 大家就完成了这个库姆塔克沙漠的穿越 而现在的天色呢 已经开始逐渐变得暗淡了 小伙伴们呢 也都非常非常的疲惫了 所以呢 我们就选择在附近平坦的戈壁滩上 扎营休息 准备呢 转天一早再继续向西进发 今天很累啊 我们现在车上天亮啊 准备扎营了 准备扎营了 稳妥 准备扎营了 哦